早期的加特林机枪 其实并不能算作真正的机枪 因为它是通过手摇驱动了 比查德·乔丹·加特林于1818年9月12日 出生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他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种植原种 也就是奴隶主 同时还是一名懂目工的机械师 加特林从小对机械感兴趣应该归功于他老爹 1835年加特林17岁 在弗吉尼亚处理加都生意时 他注意到美国海军正在对舰船的推进方式进行测试 但没有成功 当时舰船的推进方式只有船桨、帆和名轮 他不久研制出了螺旋桨的模型 不巧的是一位名叫约翰·埃里克森的瑞典人 抢在加特林之前获得了专利 埃里克森因此变得富有 并见到了世界上第一艘铁甲舰 莫尼特好 1839年 加特林研制成功了水稻种植机并马上申请了专利 1846年 加特林感染天花差点见了上帝 他的三个妹妹都死于天花 在漫长的康复过程中 他认识到医学的落后 他决定从医 在印第安纳医学院和俄亥俄医学院学习了两年半 但没有证据证明 加特林获得了医学学位或曾经行医 尽管如此 离开俄亥俄医学院后 他一直使用医生的头衔 1850年代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房地产和铁路投资上 但成绩一般 1850年代末 加特林的注意力再次转向发明 1860年左右 他申请了六项发明专利 但有一项被驳回 1860到1865 美国内战爆发几个月后 加特林有感于大量伤亡士兵的遭遇 决心制造一种能减少参战人员的高效武器 其实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连续射击的武器 其中有两款在美国而且对加特林机枪的发明最有借鉴意 这就是艾格机枪和雷普利机枪 艾格枪的发明人究竟是谁还存在争议 提出这种机枪的名字是联邦联花枪 两个纽约人在1861年还为争夺专利打了一场官司 但在战争结束后的1866年 美国发明家威尔森·艾格在英国为联邦联邦联发枪申请了专利 从此这种武器被称作艾格枪 就称联邦联发枪 艾格枪采用先进的单个枪管加转唐枪机的设定 使用大量的小钢管装填弹药 钢管的底部装有火帽 事实上就是金属壳定装弹药 设计使这些小钢管被放置在枪机上的弓弹漏斗中 子弹靠重力下落到枪机中完成装弹 周园漏斗的外形和射手摇动驱鸣的动作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师的咖啡膜 因此林肯总统把这种机枪命名为咖啡膜枪 但是这款枪过于笨重 而且故障频发 曾经多次发生炸汤伤人的事故 所以并不受欢迎 其中供弹系统和金属并装弹被加特林借鉴 非普利机枪是一种海射枪 是机枪的早期前身 由埃兹瓦雷普利于1861年获得专利 尽管它从未实际生产过 但它展示了许多重要概念 这些概念被用于加特林机枪的设计录 加特林于1861年底 1862年初制造了使用 直包弹的加特林机枪原型枪 并在美国陆军军官面前进行了射击演示 反应普遍良好 在1862年获得专利 半顽固的陆军军协部长约翰·尼普利 强烈反对这些新奇的武器 坚决不肯放弃美国当时的制式武器 斯普林菲尔德前唐枪 北国内战中的陆军军协部长 尼普利确实十分顽固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他 最终被林肯总统罢美 但他的顽固并非毫无道理 实际上 李普利是一位管理能力很出众的军官 他管理斯普林菲尔德的国家军系部14年 拥有丰富的经验 李普利是西点军校1814届毕业生 从他的角度来看 联邦军律已经正式装备了79种不同型号的步枪 和23种不同型号的卡兵枪 以及19种型号的手枪 枪械弹药准位繁多 给后庭增加了数倍压力 需要更多的火车和车马的运输 但是人手往往不够 内战发生的前期 李普利作为联邦军队军械部长 他考虑的是给每个上战场的民兵手上拿上枪 而不是拿什么样的枪 而且弹药往往是缺乏的 李普利认为 有些武器不适合用作军事武器 新发明的步枪没有制式枪械型号和弹药种位 实际影响后勤供应的效率 对又积极拒绝任何新的未经试验的武器 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起兵 号兵 步兵等采用统一的武器 才能正常维持后勤工作的正常运行 军械局长顽固地坚持这一政策 激怒了大批发明家及其政客赞助者 其中包括美国总统林凯 初期的联邦军队的民兵是毫无战斗经验的 他们在撤退时 通常会丢弃手中的武器 而被男军获得 正如一名军官讽刺的那样 美国军械部必须向这场战争的双方提供军械物资 T-862型是加特林的第一个型号 之前加特林使用于斯库林菲尔德和登菲尔德 步枪相同的0.58口径米涅线汤直包弹 有包裹在子弹中的65粒黑火药提供动力 并通过撞击安装在弹药底部的雷谷火冒点火 但是发射完的弹堂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填 快速发射武器的缺点之一是 火药的热效应强烈 这会导致后膛膨胀并无法及时正确就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到1862年加特林采取了两个措施 第一采用了预装钢制弹塘 第二设置了六个绕中心轴旋转的枪管 每个枪管在行程中到达12点钟位置时才开火 在六分之五的时间里都在冷却 在测试阶段用0.58口径铜和边缘发火弹替代了原来的纸包弹 前六门加特林机枪于1862年底在俄亥俄州的麦尔斯哥林伍德机械厂制造 接过一场大活把所有的模型和样枪都烧毁了 到1863年加特林机枪开始重新生产 加特林用0.58口径边缘发火金属子弹 替代了纸包弹 1863年陆军军官本监名巴特勒 瞒着陆军军协部长利普利 花费了12000美元 购买了12支枪和12000发弹药 这在1863年可是一笔巨款 这12艇加特林机枪用于1864年6月的圣彼得堡之战 这是加特林的首战 在正面战场上 一挺加特林机枪相当于一个团的火力输出 李洛丁不同海军军协局局长约翰·达尔格伦上将 亲自观看了1863年5月和7月 在华盛顿海军造船舱举行的测试 并授权舰队指挥官可以购买加特林机枪 加特林这段时间也尝试向海外推销 但当时正值内战期间国内枪械齐削 美国军方禁止对外出售武器 尽管这时入军还没有正式订购加特林机枪 加特林不受联邦军欢迎的原因之一是 加特林是南方人 普遍人为其同情南军 从而遭到不少联邦军官的抵制 1865到1870 美国内战结束后 美国军火制造商开始寻求海外市场 当时国际形势极度不稳 各地处于战争或开战的边缘 各地都在战备 尤其是在欧洲 当时普鲁市正在崛起 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处于战争边缘 大兴正值太平天国期间 日本岛路运动争都不止 加特林意识到 这是把加特林机枪推向全球的最佳时机 加特林组织了多次公开展示该枪的活动 并得到了媒体的热烈报道 美国和外国的主要军事杂志 发表了加特林机枪的详细描述和插图 这种宣传对于引起国外的兴趣很有价值 在1862年的第二款枪弄 加特林使用金属弹药桶 代替了步兵标准配罚的止碳药桶 然而弹药桶仍然装在坚固的钢制弹堂中 使用前必须手动装填 对于弹堂仅被推到枪管后果 因此也会有大量气体移出 早1865年 加特林重新设计了装弹机构 以充分发挥金属定装弹的优势 1865年型发射当时标准的0.58边缘发火金属弹 使用装有22发子弹的弹侠 从而省去了钢弹弹藤 美国政府十分认可这个型号 因为陆军和海军订购了100多支 型号1866用于发射1英寸子弹 或新型0.5英寸5070子弹 此 西林子弹 加特林将枪管围绕在一个公共队上 枪管前后摆动已装载子弹 发射子弹 然后收回用过的弹壳 机锤是一个带有兔的套筒 安装在轴上 可以通过螺旋弹簧向前推动 当注塞向前移动时 后堂销将子弹推入步枪的后堂 并在冲头发射子弹时 将其固定在那里 当整个组件通过传动装置旋转时 弹侠在器中的一个中空部分 穿过弹侠和下方并失去新的弹药 此时所以完全退出索新 走键继续旋转 注塞的对接键开始在后突轮斜面上上升 从而破时锁向前并随之推动要通 当注塞向前移动时 它会带动耗通锤 直到锤的突耳与固定垃圾突轮的背面接触 然后锤子被向后推 从而压缩弹簧 同时注塞被斜面突轮向前推 当机针位于6点钟位置时 激发子弹 1870-1880 1871型长加特林机枪 0.570口径 规格与1865型加特林机枪的规格相似 标准型号1871有10根枪管 但也可以根据科普的需求定制5分或6分枪管 1873年 科尔特生产了一些0.57口径的加特林机枪 次年年初 呆武器被标准化为1874型 装填0.45 70正负弹药 即使1874年生产的加特林分为长短两管 均采用1872年新货的专利生产 1874型长加赫林机枪 有时的32英寸枪管 总长49英寸 重200磅不含枪架和枪管 1874型板加特林机枪也有实质枪管 有时被称为弱头枪 枪管长度18英寸 火炮全长35英寸 索性是空心铸造的 并且大量使用黄铜替代铁 以减小质量 火炮重量135磅 安装在骑兵车上 火炮及工具窘重925磅 除了骑兵车之外 1874型骆驼枪的支架 还包括三脚架和骆驼岸式 由于设计的足构性 可以用驼马和骆驼运输 所在向前和向后运动 是由索后部的突尔引起的 该突尔安装在铸造或加工成枪的固定部分的跑到突轮内 然后放置弹簧加载的制动突轮 以捕获撞钉旋拧 当组件继续旋转时 所谓突轮轨道进一步向前驱动 弹撞钉被制动突轮阻挡 然后释放以发射子弹 装作时总是有五个子弹在装弹 五个子弹在拔出 弓弹装弹射击和退弹的几个动作是连续进行的 1874型加特林机枪改进了弓弹方式 除了弹骨弓弹之外 所有以前的弹匣都以45度角插入枪中 为的是不会影响瞄准 在1874型中 瞄准器安装在机壁右侧 弹匣口位于枪械顶部左侧 可垂直插入弹匣 弹匣是一个镀锡的盒子 横接面称梯形 顶部和底部是黄铜的 它装有一个沉重的黄铜键 其重量迫使子弹向下进入枪机 另有一个弹簧锁以防止弹药筒掉入 这种重力弓弹核式弹匣可容纳40瓦弹药 采用美国军方发行的0.45 70-500规格黑火药 0.45英寸口径 70格林火药 千弹500格林 1874型加特林射速接近400方米分钟 当新疆使用一段时间后 总会出现一些缺陷 或者值得改定的地方 所以加特林机枪新型号不断出现 1877型 斗能犬加特林装有0.45 70政府弹药筒 有5个18英寸枪管 采用22英寸为一圈堂线 这个款式中国大清购买的最多 但构定是10个枪管的类型 它的重量只有90磅 通常安装在1876型加特林式三角架上 1分钟19秒可以发射1000发子弹 比之前版本射速大大提高 中国引入后在金陵制造局和天津制造局进行了仿制 在甲姆战争的平壤战役中重磅日军援山支队 其实早在1860年代 大部分时间里加特林都在欧洲各地向军方和其他政府官员展示该枪 第一次海外军售是1867年向俄罗斯出手 很快土耳其也构定了加特林机枪 1870年 加特林与克尔特公司达成了生产加特林机枪的独家协议 1872年 美国克尔特公司开始向中国清朝政府出口1877型斗牛犬加特林机枪 到1880年代中期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都构进了加特林机枪